台湾宣布捐赠口罩给疫情严重的国家 其中新加坡也在捐助的名单内 不过新加坡总理夫人何金 却用一个呃字来评论这件事 引起了台新两国网友讨论 深入了解可能牵涉的原因发现 原本新加坡的新科工程公司 在台湾有两条口罩产线 二月底已经移回新加坡生产 而他背后最大金主就是何金 担任董事兼执行长的控股公司 是不是因此利益关系才会po文 对此新加坡政府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我国外交部则表示 双边政策将持续以政府发言为主 不受到任何个人发言影响 试图缓解争议 新加坡总理夫人何金 对于台湾员赠口罩的事情 在脸书写下二的评论 这个字掀起轩然大波 更掀起双方网友论战 留言破1.6万则 不过文章没有删除 反而狂转将近200则的贴文 自动洗版 两国政府之间 基于这个长久的情谊 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关系 而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的政策 也持续的以政府发言为主 不会受到任何个人的发言的影响 而何金的身份也遭到起底 原来他是新加坡在台湾口罩生产线 新加坡新科工程公司的CEO 疫情爆发当时 新加坡新科工程原本在台湾 有两条口罩生产线 我国政府宣布口罩全面禁止出口之后 新科工程干脆把口罩机 运回新国生产口罩 很有可能因为这样 双方产生不愉快 也让台新邦誼产生变数 虽然把机器要求他们撤回了新加坡 但是这过程的沟通跟协调 是不是在紧急危难的时候 没有让新加坡人真的感受到台湾的善意 那当然如果新加坡认为他们已经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再捐助给其他的国家 是不是对台湾捐赠口罩 表示玻璃琴对此 新加坡政府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以总理夫人的身份 脸书po这么一个字 牵动敏感的外交神尖 这就是小便收视乎台北波导